Do you guys think Tesla is overvalued? Do you know,Robotaxi coming to Austin in June? 嘿,我是Dee,欢迎回到我的美股驾驶舱 各位,现在是5月底了,记好这个时间 因为最快下个月,也就是6月份 马斯克要在奥斯汀把特斯拉的Robotaxi 这个传说中的无人驾驶出租车业务 给推向市场,尤其是跟GoogleWaymo的正面PK 绝对是后面两个月的一大看点 这个事件的进展,加上卖车业务的持续疲软 绝对会对特斯拉未来几个月的股价产生剧烈的波动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的特斯拉日子可不好过 卖车这块主营业务可以说是陷入了瓶颈期 尤其是在中国和欧洲市场 竞争对手那是层出不穷,价格战打得头破血流 但是你看特斯拉的估值,它的这个市盈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PE ratio 现在还高达180倍左右 这个数字什么概念 就是市场愿意为特斯拉每一块的盈利 付出180块的价格 这在传统车企行业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就算在科技股里也是相当大胆的定价了 相比之下,美股科技七巨头里面的谷歌 市盈率只有18 也就是说现在特斯拉当前的价格比谷歌贵10倍 那么问题来了 在卖车业务增长乏力 甚至有点拉垮的情况下 特斯拉凭什么支撑这么高的估值 它集取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一个新的增长故事来告诉华尔街 告诉全世界的投资者 我特斯拉依然是那个能够改变世界的仔 而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催化剂就是Robot Taxi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D就从我这个FSD深度用户的角度 结合最新的消息和我的观察 跟大家好好盘一盘这盘关乎特斯拉未来的大旗 指Robot Taxi到底是马斯克画出来的一个无法兑现的大饼 最终会成为压垮特斯拉高估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还是说它真的能像当年电动车颠覆燃油车那样 再次上演估值神话 把特斯拉带上一个新的 甚至我们现在都无法想象的高度 这到底是特斯拉的生死节还是飞升台 废话不多说 系好安全带上车听我聊 OK朋友们 很多人可能会问 特斯拉这个公司尤其还和传统行业站点边 凭什么能有这么离谱的估值 又凭什么市场会相信一个听起来还很遥远的Robot Taxi的故事呢 要理解这背后的逻辑 咱们就得先搞明白一个在资本市场 尤其是面对颠覆性科技爆发时 反复上演的剧本 我管它叫业绩飞轮效应 简单说 就是当一家公司处在一个高速增长 具有巨大潜力的赛道上市 市场会愿意提前给它一个很高的估值一架 然后呢 这家公司用一次又一次的超出所有人想象的业绩增长 来消化掉这个高估值 当市场发现 按它的赚钱能力好像又不贵了 就会再次推高它的股价和估值 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直到这个增长故事出现拐点 听着是不是有点玄乎 别急 咱们拿两个活生生的例子 用数据和图表说话 给你盘得明明白白的 第一个例子呢 我们就看美股这两年最火的在没有之一 英伟达 故事的引爆点呢 大家都知道 2022年底 ChatGPT横空出世 直接把AI这把火烧向了全世界 资本市场立刻就嗅到了金钱的味道 搞AI大模型 离不开算力 离不开GPU 而英伟达 就是那个手握AI算力核武器的军火商 我们来看几个关键节点啊 首先 在ChatGPT刚出来那会儿 大概是2022年11月 英伟达的财报 其实还在消化游戏业务的低迷 数据中心业务 虽然增长 但市场对AI的预期呢 还没有完全爆发 那时候 它的PE大概也就是在57倍左右 转折点呢 发生在2023年5月 这是AI需求真正体现在财报上的一个季度 英伟达的营收达到了71.9亿美元 但最关键的是 它给出了一个石破天津的Q2指引 预计营收将达到110亿美元 这比市场预估还高了将近50% 股价当天盘后暴涨24% 这时候 它的PE飙升到了144倍左右 很多人惊呼 太贵了 泡沫 但是呢 英伟达用接下来的业绩 狠狠打了所有人的脸 也就是在2023年8月 营收直接干到了135.1亿美元 数据中心业务同比暴增1% 虽然股价涨了不少 但是呢 由于盈利 这个E增长得更快 它的PE反而被稀释到了113倍左右 看见没 这就是业绩消化估值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然后呢 就是Fiscal Year 2024年Q3和Q4 英伟达的业绩继续炸裂 营收分别达到181.2亿美元和221亿美元 PE在股价持续上涨的同时 因为盈利基数的快速扩大 反而一度回落到了50倍左右的水平 市场一看 哇 按这个赚钱速度 50多倍的英伟达 简直就是打折促销啊 于是买买买 那么时间来到2024年的5月份 英伟达宣布10比1拆股 营收再次超预期达到260亿美元 数据中心业务同比增长427% 市值冲破3万亿美元 这时候它的PE又回到了50倍左右 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高预期 业绩超预期 消化估值 估值再创新高的飞轮 英伟达的故事告诉我们 对于处在指数级增长爆发前夜的 颠覆性技术龙头 市场愿意给它极高的估值 因为它预期未来的E会增长得更快 从而迅速拉低PE 让高股价显得非常合理 这压根就不是传统的价值投资逻辑能够解释的 那么第二个例子 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 特斯拉自己 别看他现在卖车非常的挣扎 想当年他也是这个飞轮效应剧本的完美演绎者 时间拉回到2019年 那时候的特斯拉呢 深陷Model 3的生产地域 马斯克呢天天睡工厂 华尔街一片质疑 股价低迷 转折点出现在了2019年的Q3 特斯拉意外地实现了盈利 这是一次连续盈利的信号 市场开始有点相信了 真正的爆发是从2020年开始 2020年Q2 特斯拉连续四个季度盈利 符合纳入标普500指数的条件 这是个巨大的催化剂 交付量呢也在稳步提升 这时候它的PE已经标到了563倍 对你没听错 563倍按传统眼光看 这个公司已经完全疯了 但是呢市场更加的疯狂 2020年Q4 特斯拉实现了全年盈利 交付接近50万辆汽车 上海工厂火力全开 柏林和德州工厂也在建设中 股价持续暴涨 PE一度达到了惊人的 1128倍 这时候它的质疑声更大了 很多人就在掂量这个泡沫什么时候破呢 然而到了2021年 特斯拉用更强劲的业绩来回应打脸质疑的空头们 2021年Q2 汽车毛利率突破28% FSD Beta V9开始全面推送 全年交付超过93.6万辆汽车 同比增长87% 净利润呢更是暴增了665% 由于盈利E的大幅增长 到了2021年Q4 虽然股价涨到了历史高位 但它的PE反而回落到了216倍左右 我们看到从1000多倍到216倍的回落 又是这个熟悉的消化过程 特斯拉当年的故事 同样是靠着电动车市场渗透率的指数级提升 以及自身产能和盈利能力的爆发式增长 硬生生地把一个看起来高不可攀的估值给扛住了 并且呢推向了新的高度 这场买的就是它颠覆燃油车 引领电动化浪潮的巨大预期 所以观众朋友们 在一个巨大的颠覆性的市场机遇面前 凭借着远超市场预期的业绩增长 不断消化看似疯狂的高估值 并推动股价持续向上 那么现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再次向前 特斯拉压宝的Robotaxi 这个听起来比当年电动车故事 还要宏大 还要科幻的叙事 它有没有潜力复制当年特斯拉自己 或者英伟达现在正在上演的 这出估值神话的剧本呢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 Robotaxi这把火到底能不能烧起来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动动小手点赞转发订阅 这将是我持续创造的动力 OK 兄弟姐妹们 咱们前面分析了 颠覆性行业龙头的高估值飞轮 是怎么转起来的 现在咱们不妨大胆畅想一下 如果 我是说如果 马斯克这次真的把 Robotaxi这个王炸给打出来 特斯拉会怎样开启一个新的飞轮效应 把股价重新推向我们曾经熟悉的 甚至更高的高度呢 咱们来做一个合情合理的推演 看看这个剧本可以怎么写 假设 6月份Robotaxi在奥斯汀如期上路 初期10辆车 在规定的安全区内跑得稳稳当当 接下来的几个月 没有发生重大的安全事故 用户体验良好 叫车方便 乘坐舒适 路线规划合理 车队规模按照马斯克的计划 从10辆逐步扩展到100辆 再到几个月内达到500辆甚至1000辆 如果特斯拉在奥斯汀一个城市的车队规模 在短短几个月到一年内 就接近甚至超过Vimo 在多个城市运营多年的总和 比如Vimo现在总共车队的数量 也只有1500辆左右 这本身呢 就是一个巨大的信号 说明特斯拉的方案 在特定的条件下 具备快速复制和扩展的潜力 这时候华尔街会怎么看 之前因为卖车业务疲软而压抑的股价 很可能会引来一波强势的反弹 市场的叙事会从特斯拉卖车不行了 迅速转向特斯拉的AI技术得到初步验证 Robotaxi不是纯化饼 即使财报上Robotaxi的收入还微不足道 但是预期已经开始发酵 特斯拉的PE 那180倍可能就不再显得那么刺眼 因为分母的E的想象空间已经被打开了 那么咱们接着说奥斯汀模式得到验证之后 特斯拉开始将Robotaxi服务 小规模复制到其他对自动驾驶友好的城市 比如说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或者说是佛罗里达的一些区域 几个季度后呢 Robotaxi的收入开始作为一条单独的业务线 出现在特斯拉的财报里 一开始可能只有几百万几千万美元 但环比增速非常惊人 比如连续几个季度实现50% 甚至100%以上的增长 还记得英伟达的故事吗 当数据中心业务的收入开始爆发式的增长 它的高PE是怎么被消化的 同样的剧本可能在特斯拉身上重新上演 即使股价因为Robotaxi的进展而上涨 但Robotaxi业务的利润率很高 那么这块新增的高速增长的盈利 会迅速拉低整体的PE 让股价看起来又合理了 这时候各大投行的分析师 会疯狂开始调整他们的估值模型 他们会把Robotaxi业务单独拿出来估值 不与其类似SaaS或者是平台型业务的高估值倍数 而不再仅仅是汽车硬件的估值 那么我们接着推演到了第三阶段 随着技术的进一步乘除 数据的持续积累 以及关键城市监管的逐步放开 当然这将会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 但是我们假设这取得了突破 克斯拉的Robotaxi车队 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到 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 这些人口密集出行需求旺盛的 大城市的核心区域 车队规模可能达到数万辆 甚至数十万辆 当车队规模足够大 覆盖足够广的时候 网络效应就开始显现了 用户等待时间缩短 车辆利用率提高 单位成本进一步降低 特斯拉的成本优势 会使其在与传统出行方式的竞争中 占据绝对上风 此时 特斯拉财报中 来自Robotaxi的高利润服务型收入占比 会越来越高 甚至可能超过卖车业务带来的硬件收入 特斯拉将彻底从一家卖硬件的汽车公司 转型为一家提供出行服务和AI解决方案的科技平台公司 市场对特斯拉的估值锚点 将完全撇开福特通用 丰田大众这些传统的车企 并且会比谷歌 苹果亚马逊这样的科技巨头还要高一些 这会为股价突破历史前高 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 那么到了第四个阶段 预计也就是在三到五年以后 随着Robotaxi网络的成熟和海量数据的反补 特斯拉的FSD技术最终真正进行到了 Unsupervised的阶段 并通过OTA推向给所有具备硬件的特斯拉车主 这意味着车主可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放心地让车辆自动的驾驶 更重要的是 像马斯克说的 特斯拉可能会开放一个平台 允许车主在闲置时 将它的车加入到特斯拉的Robotaxi共享网络 赚取收入 这将极大的刺激特斯拉汽车的购买需求 因为汽车不再仅仅只是消费品 而更可能成为一个赚钱的资产 试想一下 如果买一辆特斯拉 它不仅能够自己开 还能够在你上班 睡觉的时候自己出去跑活赚钱 你会不会心动 这可能会让特斯拉的汽车销量 重回两位数甚至三位数的高增长 而且呢 由于FSD软件的高毛利 以及Robotaxi服务带来的持续现金流 特斯拉的整体利润将达到一个非常恐怖的水平 到那时 特斯拉将不仅仅是交通行业的颠覆者 更是通用人工智能商业化应用的领导者 其核心竞争力将是其强大的AI算法 海量的数据 以及遍布全球的智能终端网络 股价呢 是不是突然觉得木头姐给特斯拉五年后 2600美元的目标价 也不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了 所以兄弟姐妹们 这套Robotaxi新飞轮的剧本 听起来是不是很刺激 当然 这中间每一步都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和挑战 甚至一个环节的卡壳 都可能让这个飞轮转不起来 但正如我们看到的英伟达和特斯拉过去的例子 当一个颠覆性的技术真正迎来爆发期 并且公司能够实打实地用业绩去兑现承诺时 资本市场是愿意为这种史诗级的增长故事 支付极高溢价的 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 我们将共同见着特斯拉的Robotaxi 究竟是会沿着我们这条推演的飞轮之路高歌猛进呢 还是会成为另一个 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科技泡沫 在这个过程当中 D会在美股驾驶舱里持续关注 为大家带来第一手的观察和解读 所以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 咱们一起见证未来 下期再见